又到星期四了 今天仍然是講憂冥 講中國民間的信仰 或者民間的宗教 中間當然加入了如釋道三家 三家裏面都有提到憂冥這個地方 憂冥上次已經講過就是一個人死了之後 就會去到的一個神秘 很多宗教學說都講到的地方 中國講到這個人死之後就成鬼了 但是這個鬼字並不寫在中國有一個很醜怪 或者很邪惡的意思在裏 古書已經講了 人死若鬼 鬼者 歸也 歸就是回家的歸 回家的意思 所以即使有靈魂說 中國有靈魂說 這個靈魂也是回去祖家 那究竟祖家有沒有說在哪裡呢 沒有說 中國人呢 中國人呢 這個地方 優美的地方呢 就 在 古書裡都有 講到是一個叫做 王泉的地方 為什麼這個王泉呢 因為人死了之後呢 始終都要埋在地下 所謂塵歸塵 土歸土 那這個這樣的處理呢 這個土壯處理呢 那些人會是很容易發現 一挖一挖一挖 在地下呢 就會出現泉水了 而且呢 很多時候呢 是黃土高原的泥土黃色 所以呢 就 為之王泉 那 之後呢 也會 改一句名 叫做 這個 王泉 和 這個 九泉 九泉之下呢 就是 九泉之下呢 九泉之下呢 一個很深的數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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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的一個地方 那 這個呢 就是中國人的 優美的 傳統 的說法 這個呢 是 什麼家的呢 也 未必一定是道家 未必一定是儒家 那更加不能夠為佛家 因為佛家的優美呢 是一個地獄來的 為什麼人死若鬼 鬼者歸也 這樣的解釋 何以人們說到它是很恐怖呢 這個最早原因就是漢朝 東漢就帶了佛內華 開始傳遞佛教的訊息 在佛教裡面他們的地下 是有人在統治著的 這個叫嚴摩 亞馬 這位嚴摩後來慢慢華化之後 轉變成為嚴王 不止一個十殿嚴王有十位天子 為什麼人需要有這樣的想像呢 很簡單 人世間通常都是不公平不公義的 人有一個良好願望 希望死了之後呢 能夠有一個地方 或有一個現在叫法庭 有一個這樣的審判地方呢 可以將這個人一生的公義呢 彰顯出來 這個呢 佛教認為呢 人呢 造成自己的命運 不是上天造成的 不是婆羅門教的時候說呢 是梵天規定你做的 而是呢 人每一個人 他的職的德行 和職的禍 自己在來世 或者現眼那世 自己報應法 那這個是佛教最重要的一個輪迴學書了 所以他死後呢 他是 他的靈魂呢 是會 重新投胎 入這六道 看看他哪一飯了 開哪一飯了 那下三道呢 當然呢 就是壞了 地獄動 惡鬼道 畜生 那出生 將來你 做得壞了 可能做了螞蟻也沒辦法 一生只有幾個月長命而已 還有呢 擔死你 就是這樣的意義了 但是中國呢 也有所謂民間宗教 他混雜了很多儀式道的講法 那今天呢 繼續講呢 這個 靈魂之後 死了之後呢 他怎麼走一條什麼的路線呢 那這個路線裏面呢 上次講完之後呢 大家呢 有沒有留意這個 血污詞 這三個字呢 血污詞呢 是一個呢 本來在地獄裏面呢 的 詞來的 那麼 巨雲呢 就是 裏頭陷能血污 那麼中國人呢 特別對呢 血呢 是恐懼 還有呢 覺得是污衛的 很簡單而已 一個人 如果是 流血 自然的生命 受到威脅 那麼 大陸下就會死了 那麼所以呢 血呢 血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寶貝來的 在人的生命裏面 故事呢 在世界上的其他的地方 在世界上的宗教呢 或者文化呢 都認為 血裏面就藏住了生命 尤其呢 在東歐 這些地方呢 所謂vampi 的吸血鬼呢 出現的地方呢 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學說說法 生命 就在人的血裏頭 跟中國殭屍的最大分別呢 就是人的生命在什麼裏頭 在中國來說呢 生命就是在氣裏頭 所以呢 有句說話很出名 中文說 短尿 氣 斷了氣 小鷹就是說 委婉這樣講呢 一個人就 拜拜了 死了 西方來說呢 他不是用 氣來代表 他叫做血 血流肝 這個人呢 死亡 所以這個呢 氣和血兩樣不同的物質 都是反映各個東西方對生命的所在 所以中國人是殭屍以氣 所以從前那套氣撞到講殭屍 說殭屍 為什麼避了殭屍呢 在古書裡說就是秉息了自己的喉氣 根本遮住了一個鼻孔不喉氣 殭屍是不知道有活人在附近 他一眼看不到 聞不到 觸摸可能觸摸也可能觸摸不到 但是呢 讓他感覺到如果有陽氣所在 那他呢 就會慢慢吃一口了 這個就是殭屍的學說 好了 我們又講講這個血汙語詞 中國人對血呢 感覺到污衛 其實不只是中國人的 古的希伯萊人呢 都認為血是不能進食的 所以在古典的法律裡面 是嚴禁人吃任何的血 任何的血 包括中國人經常吃那種豬紅啊 雞紅啊 這些都是血來的 他們都不吃的 因為血本身是一個非常之 他們認為是禁忌的地方 禁忌的東西來的 因為血裡面藏有生命 所以在古人類安人的幾個種族裡面 他的生人祭呢 是抓了人 上去祭台那裡 然後祭司呢 這個祭司呢 湯仁了 真的湯仁了 在湯仁的石桌上 他會割了那個受祭祀的犧牲品 然後使他流血 放了血之後 從那些血一直流下去祭壇 他認為這樣那個族呢 就能夠繁衍 而且收獲 收到一個好的效果 這個祭祀呢 也是同時是向他們的神山的不知名的神 作為一種祭祀 當然呢 在到現在看回呢 就非常的殘忍 還有呢 不合理 但是當時呢 事實上的確呢 在歷史 在他們的圖畫裡面發現 這個這樣的事實 好 又說回這個 死去的道路裡面的血污詞呢 覺得血來污衛的 當然呢 裡面呢 受到刑罰的人呢 就在那個血裡面呢 血污詞裡面呢 浮沉了 在裡面呢 扔了下去之後呢 就受盡了裡面的痛苦 在血污詞裡面呢 被那些污衛的污衛血呢 浸墨頂 那可能呢 又可能呢 又可能呢 受到污染 不要緊要 這個呢 最重要的就是一種懲罰 尤其呢 在古代中國呢 特別覺得女性的血呢 是污染呢 是污染的 這個呢 也有他的生理的觀察原因 那生育呢 本來是一件很正常和很光明的事 但是呢 因為它中間見到很多血 所以呢 也是覺得是一種污衛的象徵 那血污詞呢 也包括了這些這樣的污衛的血 過了血污詞呢 那我們呢 會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就是很出名的 孟婆店了 孟呢 就孟子的孟 婆呢 就是婆婆的婆 孟婆呢 很多人呢 就研究她的 為什麼姓孟 原來呢 有人發現呢 孟字呢 和孟字呢 在普通話裏面比較接近 一音之轉 那可能呢 就是孟婆的解釋 孟 就是優孟的孟呢 那為什麼會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 開了一間這樣的店舖 在這個地府呢 原來呢 孟婆呢 就是會賣一種叫孟婆湯 哦 喝湯呢 找什麼煮呢 不知道 總之呢 是一種迷漿 迷了你的水 孟魂呢 喝了之後呢 就會忘記了你前生 如果你投胎 信投胎的話 就是前生的一切 你的記憶 你做過的事 你見過的人 一切一切呢 都會忘記 那麼 在西方來說呢 古希臘都有這樣的想像的 他們的想像呢 就是 經過了這個 人呢 成為鬼之後 去了幽冥之後呢 就要去到一個叫做亡井 亡呢 就是亡記的亡 這個亡井 或者亡界裏面呢 你一定會喝了那些亡水 換句話說呢 一樣是將你前生 之所以 見過的 聽過的 感觸過的一切 記憶 全部 散了 那時候都有這個 電腦的 感受 可以一筆過一剔 一個按下去呢 全部 忘記了 沒有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 有這個想像呢 就認為呢 佛教說呢 或者中國民間裡面說 中國人呢 是相信有輪迴的 那在你輪迴之前呢 是應該 將你 以前的 所作所為 無論你是 哪個道的 就算你是天人道 是 菩薩 你再投胎 都應該 都應該將你的 記憶 完全 沒有了 一筆過 沒有了 一筆過 那些雲客呢 就會進去 那些雲呢 會進去 就 自己拿一碗 喝了一碗 盲婆湯 就 完全忘記了 好了 大家呢 又會這樣問 為什麼有些人呢 他呢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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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記得 他 前生做的事呢 是不是 不清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 很有趣的 傳說來的 說有些人呢 他可以 回到以前 所住的地方 見到以前 熟悉的人物 譬如 他的父親母親 或者兄弟姊妹朋友 都有 若莫在心裏面呢 印象裏面呢 還有一些 這樣的形象 即 換句話說 他沒有可能 見過這些人 又沒有可能 到過這些地方 而呢 他又有 似曾相識 的感受 那這個呢 很多心理學家 或者娛樂家呢 都有他的解釋 但是呢 都不能夠圓滿 很難呢 決定 此是如非 又此非而是 這些所謂 前世的印象 一般來說呢 如果 不能夠用科學 來去解釋 或者證實的呢 我們就 只能夠傳移 就是這種是一種傳移的 現象 是一種傳移的 究竟有沒有 前世的 記憶呢 這樣 那麼 中國呢 有一個故事記載呢 有一個呢 人 他 因為他 進去 進去 投胎之前呢 他死的時候呢 只有九歲 這個故事記載呢 這個九歲的小孩子呢 去到孟婆店的時候呢 是不夠人快呀 又不夠人呢 大人呢 或者老年人呢 的手腳 於是乎呢 於是乎呢 就在那個 大家靜飲 搶著來喝孟婆湯的時候呢 就扭了他那一份 扭了那一份呢 他都 後面被人趕了 去了去了 就沒有喝到孟婆湯 就去了投胎 故事就說他呢 投胎之後呢 這麼巧 他又會見回 他那個前 前世的父母 又去回前世的父母的家 又認得到呢 他的姊妹 因為他已經有九歲 又認回他那個家庭 那這個呢 就 有人記錄下來 絕絕 清奇 那另外有一個呢 講法呢 又是很奇妙的 就是印度呢 西藏呢 有所謂 轉世的靈童 轉世靈童呢 他們轉世的時候呢 我看呢 是沒有喝到孟婆湯 傳說中講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轉世靈童呢 有一件事要他識別 他的身份 個個都說自己轉世靈童 個個都想坐上那張 大的寶寺那裡 成為一個活佛 所以呢 是需要適應的 其中的適應呢 就是一歲的時候呢 這個小孩寧童一歲 準寧童一歲的時候呢 是要他呢 他寄認回究竟他前世的時候的小孩 住的家庭 他所玩的玩具 他所熟悉的物件 都要在這個裡面呢 在這個適應裡面呢 認得出來 這個並不是容易的 很多時候靠狀而已 是吧 但是呢 居然是有人 他小童 是認得回一些 他們說是前世的物品 他可能用過的 可能他那個包 就是什麼 他那個背包 又可能呢 他穿過的褲 可能是棉立仔 腳褲仔 合脈仔等等 那麼這個呢 就引人咀咀清奇的時候呢 就當作這個呢 是一個活佛的學勢 那麼我們有機會呢 再詳細講講 活佛的託世的神話故事給大家聽 不過今天呢 就是講到呢 這個萬婆湯的作用 是呢 用意忘記 等於呢 古希臘的亡存 亡井 亡井 亡水一樣 不過呢 萬婆湯的記載可能是比較遲 大約呢 在中國來說呢 就 宋朝之後 或者明朝之後呢 然後就記載 這個萬婆店 萬婆呢 經營這間 喝了忘記迷魂的故事 這個萬婆湯的故事呢 差不多呢 又講完了 那麼 講到 迷魂湯這件事呢 是呢 一個呢 非常之 有趣的 問題 不止呢 在 傳說的神話故事 有這個 忘記的迷魂湯 而有 在 日常生活裡面呢 也會記載了一些叫做 迷魂的蒙漢藥 那麼這些呢 就是在 你譬如水壺船裡面呢 都會發現 即是宋朝的時候已經盛存 有一種呢 中國的草藥的藥物呢 大家 不可不知呢 一喝了之後呢 就會 失去了它那個 理性 沒有現實的了 那麼 在魏晉的時候呢 有所謂五石散 五石散呢 如果現在講呢 就可能是一種呢 忽德藥 忽德呢 就是 現在香港不流行 七十年代很流行 所謂呢 忽德就是一種迷患藥 喝了之後呢 那個 精神呢 很彷彿 現在呢 很多時候呢 人呢 當為一種呢 超脫了世界的藥物 但這種呢 已經成為了全世界 肯定的 壞的東西了 就是說呢 就是說呢 人呢 沒事 不是醫生開的藥品 而它濫用這些藥品的話呢 它等於呢 是吸毒一樣 那現在就沒有所謂吸毒的了 已經是很少人買白粉鴨片 而是呢 它們是 吸溶 快樂鷹 或者呢 冰 或者呢 我們精神科藥物叫做K仔 那這些呢 都是呢 一連串呢 危害老的 而且會上癮的 藥物 如果喝了 或者吃了 或者聞了 之後呢 它是會 產生幻覺 而這幻覺呢 是使得它呢 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飄飄燃 有時候 甚至乎呢 沉沉大睡 或者有時候呢 興奮過頭 這些呢 都是呢 不應該發生的 而很多人 尤其是年輕人 在想逃避的世界呢 它們就服用這些 濫用這些精神科藥物 而使得它們呢 能夠 造成一個新的飄飄燃 或者忘記了以前的發生的事 暫時可能得到一些快感 但是呢 長遠來說呢 因為你吸食這些藥品呢 引致到你呢 無心的工作 頹廢 或者身體散藥 最後呢 都是快點死亡 拜拜 去見元柳王 所以千萬其他年輕人 不能夠 老人都是 任何人都是 不能夠服飾 濫用這些藥物 好了 我們又會講講呢 孟婆湯之後呢 我們會講講呢 鬼的靈魂的去處 中國人呢 中國人呢 就講到 有三魂 七魄 魂和魄呢 在中國的解釋裡面呢 在民間的解釋裡面呢 是不同的東西來的 魂呢 是我們說 認義上 是精神上的 魄呢 是認義下的 是肉體的 所以說呢 我們說 一個人 他有魄力 魄力呢 魄力呢 用魄力 他不會有魂力 魄力 魄力 因為呢 魄是講著 他身體的 物理上的 支援的動力 所在 或者一個源頭 那每個魄呢 都有 他的名字 那麼我們不在此呢 逐個逐個介紹 總之我們知道呢 魄是 人的 物理上的動力 的 後來的根本 那麼 一個人呢 如果不在裏呢 他魄呢 是 首先消失的 換句話說呢 人呢 一斷氣呢 或者他 我們現在叫做 大佬的老幹 死亡 身上的魄呢 就會四散的 所謂魂 魄 魄散 真是散的 全個散了 去一邊呢 四圍去到 沒有定離 沒有定走 消失在 空氣之中 這就是魄 魂呢 就不同了 魂是認而上的 所以呢 他呢 還在 他這個 屍體的 上面 或者在他周圍呢 存在 那麼有人說 後來呢 安撫 安撫 平安了他們 拍的 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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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 設立 墳墓 設立 神珠牌 這些地方呢 都是呢 要 安 安 安排了 他的 歸宿的地方 那麼 當年呢 中國人呢 就說 要點主 什麼叫點主呢 就是 要建立在他祖先 或者先人呢 在一個 神珠牌 上面 加了個點 而呢 由法師 或者呢 由一個 有德行的人呢 就替他呢 將這個 神珠牌的 主字 上那個點呢 呢 加上去 加上去 就是呢 優適呢 代表了呢 他那個 祖先呢 一個 雲呢 是到了 在這個神珠牌的上高 而呢 很多的子侄呢 就是那些子孫呢 就是那些子孫呢 就將呢 神珠牌安放了到他的家裡的神樓那裡 那麼在廣東的西關呢 我參觀過那些舊屋 那麼他呢 真是有神樓的 神樓就是一個大廳上高 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因為那時候那些樓呢 比較 比較 樓面很高的 十幾尺 那麼所以呢 就 安放了在他其中 其實是不能夠伸手去到的高處的地方 在大廳 一進門口呢 在大廳呢 就打了兩張椅子 老爺奶奶住 坐的 受禮的 那麼 上高呢 就是 這個堂呢 這個家族的 神珠牌 那麼 他們做的媳婦仔呢 就要 早上起床 就上香 就是 恭敬那個祖先 他們歷代祖先 還有呢 神婚定省 就要 去 如果再生的話呢 去他那個老爺奶奶那裡 請安 晚上 黃昏一樣 要上香 還有神婚定省 那麼 這個呢 禮貌 還有一種尊敬 那麼那個兒子呢 是未必做的 遇到他 可能是生忌死忌啊 或者春秋大祭啊 或者新年啊 清明啊 重陽的地方 百元山呢 最可能會做 很可憐 就被女士的媳婦仔做了 好了 第二個 雲呢 那時候呢 就要歸去他那個 那個 所謂 墳墓那裡 那裡 墳墓那裡 也有他的名 那個死者的名 那麼呢 也是呢 需要呢 交 將這個 這個雲呢 安了下去 那個 墓碑那裡 那麼代表呢 你祭祀的時候呢 他會享用 適用 適用 適用你那個 他有個魄在那裡 有個魂在那裡 所以呢 你也可以享用你的祭祀 那麼通常呢 就是 三生祭祀呢 那麼去到 點鄉呢 這樣的儀式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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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有主歸主呢 就是這個 含義了 那麼 那麼 這個 雲柏呢 有一個說法呢 就說不是 三雲七柏 是一個 方向來的 那麼 但是這個呢 比較人 少些 採用 所以呢 就在那裡 不說了 就只說呢 日常通常用的 那麼 其實呢 每一個地方 在古中國裡面呢 古中國裡面呢 都有所謂 備主啊 備主呢 就是土地公公 這個土地公公呢 也是呢 擺在家裡的門口 負責開門的 他是開門的 看著呢 有沒有那些 孤零精怪的 擋著 讓他不要進來 雖然他是一個 很少的官吏 但是呢 都是 醜醜地 都是叫做 有神力 所以呢 所以呢 那些人相信呢 土地公公呢 是可以的 那麼 大一點的土地公公呢 那麼呢 就 建立一些呢 祠堂呢 使得他們 能夠棲息 就是 孫悟空呢 去到 每一個地方呢 第一件事 就 就欺負地下 就請那個土地出來 問問 現在去到哪裏 差不多是管理那個地方的一個 鎮長啊 村長啊之類 那麼 在中國的 描繪裡面呢 通常呢 都是一個老人家 白鬚白髮的了 很少年輕人做土地的 那麼 因為呢 他公公呢 自然呢 可以聯想到 他有個土地婆婆啊 他有個太太的 正室的 那麼這個太太呢 就是 就是 輔助 這個土地公公呢 治理 當地的國家 他那個地方 那麼當然呢 在家裡的土地公公呢 這個也是負責了 我上次也說過 是他人口的登記和註銷的 就是說呢 如果他家裡 有了新的生命 譬如生了兒子呢 生了女兒呢 又必領土地公公呢 稟告 賜福 不備 而呢 如果有人去了呢 也要稟告土地公公 等他們能夠呢 安排 註銷 他的那個名錄 當然 也去城王呢 那裏註銷 那麼 那個雲魄呢 才可以呢 那個靈魂呢 才可以呢 去上路 一路好走啦 那麼 那麼 中國來講呢 這個 這個 死亡的道路呢 都 平凡 但是呢 都很多關口的 那麼 裡面呢 還有很多呢 不同的 性質 人物 故事 譬如 我們經常講到 黑白無常 是兩個鬼差 這兩個鬼差 形容它 帶著高母 走來呢 和你上去鬼門關 在佛教裡面呢 也有牛頭馬面 牛頭馬面呢 也是那時候 傳說中的兩個鬼差 但是呢 但是呢 在描寫裡面呢 中國人呢 很多時候 就是 引用了 當代 他們 所遇到的衙門 那些 那些 警察的空險 於是 牛頭馬面呢 是會帶著 手撩腳扣呢 去鎖 鎖 鎖那個靈魂 去鬼門關 受到審訊 那是不是 需要 每人的心 都需要 牛頭馬面 下刑具 去拘捕呢 那就未必 因為 肯定有好人的 因為世界呢 不是個個都壞人 但是呢 在描寫這個 死後的 冥戒生活 冥戒的過程裡面呢 通常呢 都是用了一種 悲觀的說法 就是假定 人人都有罪 而呢 他們呢 需要呢 受到個 地府 或者 轉世之前的 公正 公義 的審判 好了 今天呢 差不多時間呢 用了45分鐘呢 來講述 這個 冥戒呢 還未講完的 下一次呢 再跟大家呢 繼續 補充 很多 冥戒的 資料 我們可以講到呢 古希臘 羅馬 倫的想法 耶教的想法 甚至乎呢 我們講到呢 其他民族 文化上的體會 比如 印尼安人 比如 印尼安人 那麼再一次呢 在這裡呢 多謝很多位 熱心的 聽眾 他們呢 真的很喜歡聽我們這個節目 而他們的具體行動呢 就是 透過我們 所發出出來的 信息 為銀行的戶口 還有 付款方法 激增呢 我們 還有支持我們的廣播 那實在是十分感激 多謝 希望呢 更多的聽眾呢 能夠呢 欣賞 還有呢 解囊 他們呢 幫助我們呢 我們是 不是盈利 謀利的團體 也是呢 可以因此呢 就 增加我們的儀器 使得我們的儀器呢 更加 進步 不用經常 嘖嘖嘖嘖 並且呢 可以邀請一些呢 比較大家歡迎的人物呢 來參加 一起播出 這些呢 都是我們 希望大家呢 捐獻 或贊助的 是一個原因來的 並不是因此而謀利 我們幾個股東呢 呂王啊 蕭公子啊 我啊 阿Mina 這些呢 都是呢 希望透過這個 廣播的媒介呢 能夠成為香港呢 或者世界各地一個 比較 中正持平的廣播電台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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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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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